来关心国际最新消息 兵变落幕 两天后打破沉默发生的 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首脑 普里格金强调 他无意推翻俄国总统普丁 他是为了要避免瓦格纳被瓦解 并且追究在战争中高官的责任 他指控俄国国防部 迫使他们与政府签约接受管控 这将会让瓦格纳不复存在 而他们毕竟莫斯科也暴露了 俄国有严重的安全问题 外媒指出之前普里格金意识到 自己做得太过火了 幸好白俄罗斯总统的一通电话 让他有了台阶下